影响 这是一个基本战略判断 所以我们比较关注这一件事情 那现在看起来 这个BiIP书显然比过去几年 有稍微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他用到了一个词 我觉得可以有一句话 他说这个未来的世界 是一个新兴发展中 大国群体性的崛起 也就是说这崛起不是中国 单单中国崛起 好几个地方在崛起 所以未来的这个形式 国际的这个战略的格局会改变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 所以他才说要和平 要发展要合作 这是一个主轴 所以主轴还是放在和平发展 好的那我接下来时间想 还有合作 好的接下来我先把时间交给 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来向两位来宾提出他的问题 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 那么刚刚这个齐先生有提到 就是说中共他把这个重点 放在和平发展还有合作 那么当然这个 当然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说两岸之间 除了这个对抗之外 目前也是大家在提上合作的 所以大家也注意到 就是说胡锦涛在这个 12月31号 去年12月31号 这胡六点 他新胡六点上面 他有提到说两岸可以考虑 建立这个军事和 这个互信机制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他 从北京政府时代 大家对相当关注的问题 但是他前面又设了一个政治前提 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不可避免的 那您如何看待马政府 怎么来因应这个新的 胡六点所提出的一个 军事和 互信机制的一个体制 对 这军事互信机制 其实在2005年的 4月29号 就是联湖公报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就已经出来了 那个时候就谈到 国共两党 共同促进的 五项工作的第二项 就是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好 那现在已经四个多年 三个四个三年 现在执政党 已经是国民党了 所以才会更具体 更紧迫的来谈这个问题 才变得有意义 现在变成执政党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军事互信 其实它有两个 比较高度政治性的设想 一个就是说 一中的前提 这是确立 第二个 你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是促进统一 是为了统一 那以现在马英九政府 他是说不独 不统 对吧 不五是一定的了 不统 不独 这两个都是高度 政治性的一个设想 那如果说 你既有前提 也有最终的目的 然后来谈 对台湾来说 叫财政党很沉重 对马英总政府来说 很沉重 为什么 如果我跟你谈 我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前提我承认 是不是我谈 是跟你谈 未来 为了要促进统一呢 我想可能在台湾 现实的 政治环境里面 有难度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有这个前提的话 您觉得 两岸想要提 任何比方说 叫装用车 飞弹了 或者怎么样的协议 您觉得都不太可能 对 都不太容易 因为这中间 还是有很多 政治性的设想 那所以 如果你要去谈的话 民众就会问说 你谈的目的是 你是不是接受 他的前提了 你谈的未来 你谈这些东西 是不是为了 要促进统一 所以这个问题 就回到了原来 最敏感的那个东西 所以最好的形式 就是说 都不要谈这些 政治性敏感的东西 比如说 去年10月23号 两岸第一次举行 惊吓小三通 海上联合搜救演习 结果就成功了 为什么成功 因为两边的船只 在挂旗的这个问题上 解决 就是说挂演习旗 都不挂国旗 连红十字的旗子都不挂 是挂演习旗 这种方法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 是比较敏感 如果有这个东西 前提跟目的的话 有这个强烈的目的论 是比较艰难的 是 好了 谢谢齐先生 那么同样的问题 回到华府 我们也想请教 黄介正孝教授 就是说您对于这个两岸 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 一个看法 特别是之前呢 也有这个评论家呢 提到说 这种军事互信机制的建议 是两个国家 或者两个政治实体间 互相才能够建立的 那么在台海互相 这种微妙的情势之下呢 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 似乎是很困难的 刚刚齐先生 也表示了他的看法 那您的意见是如何的呢 黄介正教授 我觉得刚刚乐艺兄 已经针对这个 两军互信机制的前提 还有这个最终的目的 从台北的角度来谈 我觉得是非常贴近于 台湾目前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是应该往这个角度去思考 那么我们也希望 在大陆的政策阶层的人 能够了解 刚刚乐艺兄讲的那个背后 实际上面台湾面对的 政治和社会的现实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马英九 马总统 还有马政府 他现在提出来的 军事互信机制 基本上在前提上 和最终目的上面 和大陆是有所不同的 我觉得现在 从台北的角度来看 这个前提啊 是九二共事的政治基础 这也是大陆的 这个对台的 基本上面的一个认识 在最近的这个 中共的整个 这个对台工作 台办的扩大会议上面 也再度的强调 比较没有去提一中的部分 而且去 而是去强调九二共事的政治基础 那么所以这一个九二共事 是从台北来讲是一个前提 那是台北比较可以接受 至于目的方面 我觉得站在马政府的立场 当然不是去追求最后的统一 因为认为 从马政府的角度来看 目前两岸的任何 军事互信机制的谈话 或者交流或者是谈判 基本上它并不是一个 两岸政治关系的最终解决 而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安排 也就是说这个 不管是从modus vivendi 或者是interim agreement 就是战行协议的角度 它并不是解决所有政治问题 那么最后一点 刚刚博弈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 这个军事互信机制 老实讲 一方面在台湾 当然我理解 就是只要进去谈 就很怕会最终 变成政治上面关系的一个定义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两岸的关系 一直从北京是认定的是 内战还没有结束 所以两岸还没有结束 敌对状态 那么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两岸结束敌对状态 那么是不是也代表了 北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面 承认台北存在的事实 海峡两岸争论了 二三十年的交流的过程当中 很重要一点就是北京不承认 在台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所以透过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 那么透过两军互信机制的接触 我觉得如果能够在某一种程度上面 来反而确立台北跟北京 双方的一些定位的话 我觉得这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 那不一定要把它往 一定会走向统一的角度去看 而是说海峡两岸 避免紧张降低冲突 扩大交流 那么增进良性的互动 我觉得这才是军事互信机制建立的目的 好的谢谢黄建政黄教授 那么我们现在先把现场再交给东宁 好的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您现在所收听收看的 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为你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透视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以及讨论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一个可行性 为你请到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 以及中国时报传事委员 齐乐义先生 海峡南的听众观众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加入我们的讨论 下面是参与节目的具体方式 好的 在大陆的听众观众呢 请拨00801 102 8880 再拨866 837 5159 这是台湾听众观众 拨电话的方式呢 另外呢 在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 108888 再拨866 837 5161 我再重复一次 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 00801 102 880 866 837 5161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想先接听 台湾的听众观众 想先请台中的黄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 台中的黄先生你好 请讲 喂 OK吗 请说 嗯 我觉得这是可行啊 因为你 现在两岸关系也在转好啊 那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其实 某一部分也承认这个 台湾这边 的那个地位 也慢慢在确立当中啊 那我想如果这样子下去 不要不要说 冲突 不要再 继续的 和缓下来的话 我想